这个叫阳城派报道,说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吃顿饭啊 一个就是世界首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,一个是世界第二富豪 曾经是世界第一富豪,两人交替在第一啊,法国奢侈品 路易威登老板是贝尔纳阿尔诺 一起在巴黎的五星级酒店白马庄园一起共进了午餐 报道称,白马庄园隶属于路易威登酒店管理集团 一同出席此次午餐,还有马斯克的母亲梅耶、阿尔诺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 安东尼奥和亚历山大 马斯克此次前往巴黎是为了参加法国最大的科技盛会 阿尔诺今年74岁是路易威登集团的CEO和控股股东 该集团拥有大约75个奢侈品品牌 包括路易威登、迪夫尼、迪奥 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 阿尔诺目前身价为1970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 几周前他还是首富 从第一跌下来第二的原因就是股票下跌了5% 缩水了112美金 从而把马斯克推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 马斯克现在净产是2290亿美元 因为马斯克的股票最近在涨 13年涨 这两个人跟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 马斯克的车当然是卖给中国 而且在中国生产 借助中国的这个特殊条件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路易威登呢 应该有 我记得是看过有报道啊 那他的奢侈品最大的客户是在中国 最起码吧 主要的客户之一吧 在中国 中国人把他埋伏了 所以说这两个都和中国有一点的关系